在世界羽谈上 顾骏、葛飞的名字永远是连在一起的 在1996年亚特兰的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双打决赛中 顾骏和葛飞组合以两个15比5的绝对优势 轻松击败了韩国的吉永亚和张慧玉组合 勇夺冠军 实现了中国人在奥运会赛场上羽毛球金牌0的突破 在随后的四年中 顾骏和葛飞的组合几乎缠练了所有世界大赛的冠军 其中包括世锦赛、亚运会等大赛 而他们联手创造的高达百渔场的连胜记录 更是无人能敌 可以说顾骏和葛飞开创的羽毛球女双时代 令后人难以逾越 虽然两人在羽坛上的成功之路几乎如出一辙 但当初在选择从事羽毛球事业时却并不相同 葛飞是被父亲逼上梁山而参加体育锻炼的 结果是选择了羽毛球 而顾骏却很早就与羽毛球 结下了缘分 顾骏出生于江苏无锡 快到上学年龄时候 他被允许挑选一个生日礼物 当时没有柜台高的顾骏爬到柜子上 一眼就看中了一堆体育器材中的羽毛球拍 1987年他入选江苏省羽毛球队 刚进队时 教练让每个运动员写下一个五年目标 然而未脱志气的顾骏所许下的远大梦想 却把教练给气坏了 12岁的顾骏绞尽脑汁想了又想 胆战惺惺的写了一个全国前六名的目标 这个目标连他都觉得不可思议 但没想到教练一看 二话不说就在那张纸撕成了碎片 呵斥他没有远大理想 小顾骏只好重新写过 这回写的是全国冠军 定下了目标后 生性要强的顾骏开始魔鬼训练 一次次跌倒再爬起 大冬天的晨跑他坚持了 在豆蔻年华每天训练八个小时 他做到了 1993年 他和葛飞入选国家队专攻双打 从此这对黄金搭档开始叱咤国内外赛场 成为不可一世的中国女双梦幻组合 在世界羽坛中 顾骏和葛飞两人被人誉为羽坛双交 他们俩不单都是1975年出生 甚至连血型都是A型 并且从小一起配对双打 一打就是15年 赛场上的默契可以媲美孪生姐妹 不过即便如此 他们在赛场上相互之间几乎从来没有语言上的交流 最多只是挥起球拍轻轻敲打对方以示意 场下更是形同陌路交往甚少 在搭档的15年间 他们俩只在一起吃过一顿饭 然而赛场下的疏远却未能阻止他们书写历史的步伐 这在世界羽坛中也可谓是一个奇迹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唯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